急性巡麻疹直养小妙招 如为医生特药专家葛瑞 新闻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主治医师 巡麻疹是非常搔痒的 那么如何缓解患者的搔痒呢 一线推荐的药物就是二代抗阻碍药 比如说绿类他钉呀 吸涕利琴呀 菲索菲那钉呀 一巴斯丁 非常多的这个品种 提到抗过敏药呢 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普尔敏 但其实呢 普尔敏是属于一代抗阻碍药 这个药呢 由于有比较强的中枢镇静 以及抗胆碱能作用 现在已经不作为一线推荐了 当然呢 患者可能使用了二代抗阻碍药以后 这个搔痒仍然不能很好的缓解 对于病情比较重的急性巡麻疹患者来说 我们推荐可以使用一些激素 比如波尼松呀 地塞米松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 而对于慢性巡麻疹患者来说呢 由于患者的病程一般比较长 而激素的副作用相对来说较大 往往不推荐一个首先的激素治疗 我们可以选择更换一种二代抗阻碍药 或者两种二代抗阻碍药的联合 以及可以在原有二代抗阻碍药的基础上加倍药物的剂量 但是由于药物加量呢 是一个超说明书的使用 在临床治疗时呢 一定要跟患者做好一个沟通 除此之外呢 对于一些特殊类型的慢性巡麻疹患者 以及非常重的慢性巡麻疹呢 我们还要应用一些非常规的药物 这个呢 就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到门诊上遵医主之行了